有些人呢,他在做文件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一个段落符号 这边也有一个段落符号 但是您应该知道 当我们今天输入文件的时候 这个段落完毕 应该就接着这个段落 中间需不需要一个空白段落 你们在输入文件的时候 请问会不会有段落跟段落之间 加一个空白段落 应该没有这个需求 可是有人他习惯 习惯就是说在未完成的文件 他可能会多加一个空白段落 准备要再插入一些 跟前段后段有关系的新的段落 好 那不管怎么样 反正我们现在 我想要把两个这样子的一个段落 变成一个段落 所以以前我们怎么做 是不是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用backspace 或者是删除 先选到这个段落 然后delete 用这种方式来去做 对不对 问题是这里面 假设有42页 如果说一页有10个 10个 这种enter 天哪 你要做多少 400次 好 如果少一点好了 一页里面 假设有3个 那40页 你是不是要做120次 而且 你做完 你可以保证 全部都做完了吗 不行吗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一招 教你一招 我们把这个 这个enter enter 直接换成 两个enter 变成一个enter 好 我们来看看 怎么做 就是 段落跟段落之间 不要有空白段落 段落跟段落之间 不要有空白段落 好 怎么删掉 怎么删掉 我用的方式是 常用底下的取代 我绝对不是要教你 那个删除 这个空白段落 这边 常用取代 我可以把两个连续的段落符号变成一个段落符号 来看看 常用底下 这边是不是有取代 然后接下来寻找的目标 我是不是要把两个段落符号变成一个段落 两个段落符号 两个段落符号变成一个段落符号 所以在这个寻找目标 这边要怎么打 这边 这边你要怎么打 你这边能够选择的东西不多啊 第一个寻找目标 你可能会点这个地方 对不对 好 所以点下去 空的 好 所以不是选这个吗 再来寻找 点选更多 更多里面 更多里面 好像这边都是跟段落比较没有关系的 它在这里 指定方式为段落标记 是不是就上去了 请问我要把几个段落符号设定为一个段落符号 是不是这边要两个 所以呢 指定方式 这样是不是就是两个段落符号变成什么 一个段落符号 全部取代 他说他总共做了112项的取代动作 请问做完了吗 可能还没做完 因为可能 因为这是别人做的文件 也不是你做的文件 说不定他曾经有做三个段落 就是段落跟段落中间 摆了两个空白段落 好 所以反正 我们只要再多按一次 全部取代就好了 你看 是不是又做了七次 七次 好 那会不会有可能 在段落跟段落中间 他放三个空白 没关系 反正不管他放几个 我只要再取代 他这边是不是只剩下一个了 当剩下一个的时候 应该就做完了 就不会再有了 不会再有段落跟段落 请问怎么查 怎么查 用搜寻 我刚刚听到同学讲搜寻 对啊 我们来去找找看 在这么长的一份文件里面 有没有段落跟段落 段落跟段落之间有一个空白段落 就是有连续两个段落在一起的 好我们来找找看 所以用寻找 寻找段落段落 有看到吗 它现在落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哦 好 落在哪里 这个段落跟段落落在哪里 落在这里 这是什么意思 仔细看 这是整个文件的最下面 没有东西了 看得出来吗 这是不是整个文件的最下面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最下面一定要放一个空白段落 可以哦 所以真的没有了 就只有这个地方有段落段落 就是连续两个段落 其他没有连续段落 这样是不是就把所有的段落 就是段落段落 两个段落变成一个段落符号 好 我用的方式是什么 常用底下的取代 是不是可以节省我很多时间 OK 请你们复习这样 常用取代 然后寻找目标 设两个段落 就是用这个 更多底下的指定方式 好 或者是 你要是记得住 就记 arg paragraph的p 好 然后 请你们做全部取代 可是不是只有全部取代一次哦 可能要做三四次 整个才会结束 好 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玩一下 肉费 好 泡 肉质 牛肉质 感谢观看